那说到今年年初呢 董捷和潘月明的离婚事件 曾经是轰动一时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啊 整个事件发生的 发展的过程中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他就是演员王大局 嗯 是的 那时隔半年多呢 这个引发了诸多争议的人物 终于是面对镜头 说出了自己心坎里的那些话 我觉得爱情的事 挺复杂也挺深浪 嗯 那个探索发现都没解释 我觉得我也解释给你 我们这事将来留以科学家来解释 咱就是好好弄个自己的电影 爱情或许真的是个奇妙的玩意儿 在外界看来恩恩爱爱的 董捷和潘月明不欢而散了 看上去八杆子打不着的 董捷和王大志却搅在了一起 不愧是热衷于 搞创作写剧本的大志兄 说起话来还真是有那么点 一针见血的意思 今年三月 网络曝光了一段 他跟董捷亲密的视频 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王大志 一夜之间成为了风口浪尖的那个人 谈起这段成为万众焦点的日子 王大志显得轻描淡写 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鸡肋 贪焉这些经历 对于他今后的艺术创作 都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也要说觉得抱歉的话 唯对周围的家人亲朋而已 尽管口中说着没什么改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王大志如今的一举一动 可是比以前受关注多了 据他透露 现在正在筹备一部自己担任编剧的片子 故事会以小人物跟大美女的爱情发展为主线 这个怎么让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而这场婚姻风波的另一位当事人潘月明 似乎也正在从事件的阴影中逐渐走出来 日前他为自己主演的新片怒放出席宣传 或许是看到了粉丝们齐齐赶来助阵 他的心情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不过他在新片中挑战的落伙大叔的角色 倒是和他的亲身经历有着那么几分相似 那么这个戏就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 让我把自己对生活的失败 对生活的平庸的理解放在角色上面 敢于正视自己的失败 敢于提及青春的遗憾 这或许也是潘月明对于那些曾经伤痛的过往 放开了的表现 我想重新上大学 重新在课堂里听老师讲课 重新看着我们班里的那些漂亮的女孩子 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